我們在工作坊 應該就認識了 之後再做公交的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概就直接幫你開一張 時間來開一張 好 喂 大家好 這一場其實是SkyMizer Talk 但是因為我們的Motivation是 一開始我們怎麼樣想要做 我們本來是做AI compiler公司 SkyMizer是以前做AI compiler公司 我們開始想要 本來都是在做Server side 或Mobile side的東西 但是一開始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契機 想要投入TinyML 所以想說 剛好我們這一次 透過前一位講者Odin的介紹 我們也去了TinyML歐洲的廠 所以跟他們說 也來跟台灣這邊的社群 推廣一下TinyML這個Foundation 跟你們做一下介紹 或許很多人已經知道了 只是說讓不知道的人 在比較系統性的了解一下這個組織 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什麼是TinyML 因為這個Term很多人就說 AGI TinyML 像這個社群也是這兩個Term都有 那有些人會有點confused 說那所以Json Nero 算這個scope裡面 當然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定義 但是從TinyML這個社群的定義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定義 他們自己定義是 MiniWatt 或者Below的Power Range 它是用Power來做決定的 那大部分這樣子的Device 都是有Battery的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跟其他的AI最大的不同是 TinyML的裝置通常都要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 Energy Consumption問題 或是所謂Energy Budget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可以跟我說 LLM多好多棒 它可以改變人類生活 但我的問題是 所以我的太陽能電池 大概這麼大太陽能電池 能跑LLM嗎 如果不行 那我們就沒辦法放進來 算它很好 或是反過來說 你有一個Accuracy超高的 Performance很好 Accuracy很好的東西 但是如果 我電池撐不住 那很保險 還是沒辦法放進來 這是跟其他做AI的人 最大 從根本性思考上切入角度 很大的一個不同 好 所以那通常這樣的裝置 會被放在哪裡 它通常是直接跟 這個自然世界做接觸的 所以Physical World 進來之後 會先碰到什麼 會先碰到Sensor 碰到Sensor之後 因為所有物理世界的東西 都是Analog訊號 所以你通常都會經過一個ADC轉換 轉換之後 你會去跑在一個 Either MCU MPU這樣子的Processor上面 反正就是 第一個要去處理 Sensor訊號的東西 所以這一邊 要經過一定程度處理之後 可能一部分的 Machine Learning工作 在TinyML這個裝置上做 一部分的工作 可能叫AGI Cloud AI 來做這個樣子 OK 所以在這一邊的話 它是需要 MORE Energy Efficient 那它可能 會對Latency 非常 非常的 care 可能對Real Time的需求 非常care 這樣子 所以是跟其他的 AGI或 Cloud AI 最大不同 會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就是 反正它 做一個市場切分 最接近Sensor的 就是TinyML 然後再往上一點 你可能會是 所謂的Intelligent Device Gateway 或者是所謂的AGI Server 那 其實 從TinyML 到所謂的AGI Server 統稱 你也可以叫它AGI 所以 或許有些人 會有點confuse說 可是那些 比方說 Smart Sensor 也有人叫AGI 這個也沒有錯 但是TinyML 最開始的Motivation 就如同一開始講的就是 你一開始思考的是 你是mWatt 你有Energy Budget 那才來展開 一連串的思考 那跟其他的 沒有那麼 CARE Energy 的 裝置來說 切入點 在不同點 在這個地方 那它這一邊的話 就是說 而在2024年 TinyML 裝置預測會是 有一B 然後接下來 到2026年 會有5.4B 所以代表是一個 Double Digit 的年負成長率 這樣子的一個成長 那主要的市場 預測會在哪一邊呢 主要會在Smart Home Smart Home 跟這個 Healthcare Personal Device 這一些裝置上面 那它有一個特色是 在這一邊可以看到的是 主要的使用情境是什麼 是一個 Always On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 Audio Signal Processing 或 Always On Vision 它有個特色是 它可能要Always On 所以 Always On代表說 它要 有事件觸發的時候 它要很快的辨識 但是它因為 Always On 所以你的 Paw Concert不能太高 那 就是 你在 設計這個Model的時候 一開始在思考這個事情的時候 跟其他人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基於這樣子 跟其他做Machine Learning 非常不同的一個 思考的基準點 所以 這個Foundation的人 組合起來 為了設計出一個 更適合 這個 使用環境下的一個 不管是 Benchmark也好 Application也好 或者是 AI Model也好 這個組織 基本上就是 非營利組織 來去讓 這樣子的需求 能夠被滿足 好 這就是 Tinyamil Foundation 那 這邊的話 他們就是有舉辦 非常多的活動 在歐洲 在美國 然後 最近 今年 終於 之後 第一次 會有一個實體的活動 在亞洲 那 這一邊的話 我今年六月的時候 去參加的時候 其實 非常的 怎麼說 就是 終於有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把 設計IC的人 設計MCU的人 設計 Machine AI Model的人 甚至是 Benchmark的人 把它集合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 所以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MLPURF 那個Benchmark 但MLPURF 不是 Tinyamil Foundation 下的 它是另外一個 叫ML Commons 組織下面 他們設計 AI Model的時候 設計Benchmark的時候 是從比較 Server-side的邏輯思考 所以 它 雖然說 有一個category 叫MLPURF Tiny 但是它的 Energy consumption 的數據 你不一定要summit 代表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拿一個 NVIDIA A100 然後跑那個model 然後說 分數全部最高 然後你不summit Energy number 在MLPURF那邊是work 但是 Tinyamil這個社群 其實 就有提出這樣的挑戰 就是說 他們那樣子社群的設計 可能 你看完那個Benchmark 拿到一個分數很高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拿回來 就發現 裝置在我們 Tinyamil需求上根本沒有辦法用 那個電池 電力根本撐不住 那些東西 這可能是有這個狀況 所以 這也是Tinyamil他們 不管在application 或Benchmark 他們都有想要 基於自己的需求 來設計一套 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境 就是說 其實這個整個市場 是在快速成長 從2019年到現在 持續了三年的時間 這一邊的豐富程度 不管是領導廠商 ST NSP 甚至最近新唐 也要introduce 一些有 support AI 甚至是有獨立的 NPU neural network processor unit 這樣子的一個 硬體 在今年也 陸陸續續 這幾家大廠 都或多或少 都要 要 要投入 甚至有real silicon 大家可以取得 所以接下來 有real silicon 那clear application 就只會越來越多 好 那 對 對 那現在tinyml 他們官網上 也有非常多的 不然youtube youtube影片也好 或者是教程也好 都可以讓大家 來來直接來觀看 那最後就是 剛剛我也有提到的 就是今年在亞洲 會有第一個 在亞洲的實體活動 在首爾 11月16號 那現在 他在call for presentation 這個樣子 所以 剛好前一位獎者 Odin 其實他就是這個 Community裡面的人 其實我只是 因為他也幫我們很多 所以我還幫他宣傳一下這個活動 這樣子 那我們Skymiser也會持續的投入tinyml 這樣子 那作為契機 我們等一下 謝宇鎮到謝博士要講 就是我們 一開始投入 我們先從benchmark 作為切剿來切入 那跟大家來講一下我們benchmark的部分 好 好 謝謝Peter 我猜我還有20分鐘 好 謝謝 好 那這邊 對 剛剛Peter講的是tinyml 他在 他的motivation 還有他在business 上面的一些roll map 那接下來我就講技術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今年 也是6月的事情 我帶著Skymiser的團隊 我們參與了mlperf tiny的benchmark 的一個 這叫競賽嗎 也不是 反正這有一個分數在上面 那做一些經驗分享 還有就是 最後我會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你也對這個活動有興趣 你可以怎麼入手 OK 好 好 那首先 先輕鬆一點 這個 什麼叫benchmark 當然這個我個人是很 我是理解benchmark是怎麼回事 但是 你知道 但是我自己寫 就沒有chatGPT寫那麼精準 所以我請他幫忙一下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幾個 他其實他講得蠻好的 你知道 這個我其實對chatGPT蠻驚艷他的能力 對 我都怕他快搶我的飯碗 那有幾個關鍵字 首先就是 它是一套這個標準的 標準的測試 然後它用來 平量一個系統的能力 那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為了促進 新的技術的發展 因為我們可以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之下 來比較各個解決方案的優劣 那我們就可以 才可以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什麼是mlperfbenchmark 那剛剛Peter有提到 它是一個組織 叫做mlcommons 然後他就啟動了mlperfbenchmark 這個專案 那它的目標是為了要量測 machine learning的performance 那machine learning 你知道 它現在有很多同義詞 什麼AI 啊 neural network 這個是最新的botsword 好 那接下來再加一個字 什麼是mlperf tinybenchmark 這個就是 這個mlperf 它其實總共有 有六個 有六套benchmark 針對不同的算力的應用情境 好 那tiny就是其中一套 那其他的話 像什麼data center 這個 比如說像最近很紅的 像剛剛提到的TrackGPT 那種語言模型 它 它是在 應該是在data center 這種算力上面去做的 好 不過最近有一個 很有趣的發展趨勢 就是有人也開始慢慢的 就是說去優化這樣子的模型 去 你知道去減少它的這個算力需求 所以像這種語言模型也開始往 往這種edge端 去做 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算力需求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可以慢慢往edge端那邊移動 這個下午有一場 我記得議程上有一場演講 跟這個大 大型語言模型 在edge端有關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 好 anyway 這個反正我們就是 focus在這個tiny這個 那tiny的定義 就如同Pieter剛剛講的 它就是 對energy非常的sensitive 然後非常接近真實世界 好 那大家知道這一套benchmark之後 那接下來講一下它的內涵 目前它最新版本 包含了四個model 代表四個不同的任務 我很快講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它 就是說 在這種energy的要求之下 大概能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是做聲控 那不過 這讀很有趣 不過目前它這個model 沒有那麼分析 你講turn it on 它其實聽不懂整句話 因為這個model是keyword spot 所以它是聽那個keyword關鍵字 所以我猜像這種燈 你跟它講說 don't turn it on 它還是會開起來 因為它是聽到那個on的關鍵字 所以這個關鍵字 什麼on off 什麼up down的 就聽單字的 這個是tiny還能做的 再來就是偵測這個畫面上 有了沒人 再來這個應該很熟悉 這個是圖像分類 目前這個model比較簡單 所以它就是分十個 它可以辨識十個種類 最後這是異音偵測 異常偵測 它這是聲音類的model 它裝一個麥克風 它裝一個麥克風 在這個機器旁邊 然後它去聽 機器也沒有發出 這個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 好 那有了model之後 這個benchmark在量什麼 其實就不外乎 你知道大家都可以想像的 我就是量這個latency 我做一次推論我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還有準確度 這是蠻重要的 energy 這Peter強調的 這是目前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但是我是拿 這邊我是拿這個 算力需求最大的 那個model出來講 所以這是image classification 然後我們這個硬體 它硬體規格在這裡 這個數字大家參考一下 但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硬體的算力 可能比各位想像的還要強 就是如果各位有在玩Arduino的話 它的算力應該是Arduino的 差不多10倍 所以Arduino我覺得 Arduino應該跑不起來 那你得要用這一 就用等級的 那剛剛提到的那個 So Sorry 提到的Pico Pico的話 我猜應該 應該跑得起來 因為它的memory夠大 但速度上 它是用M0嘛 那這個是M4 那可能會差一點 但我猜大概跑得起來 好 那我們跑出來 大家感受一下這個結果 現在大概一秒鐘 它可以辨識3.4張圖 然後Power呢是42mW 這個符合Peter剛剛講的 MW的這個標準 但是顯然這個 這個是遠大於Odin的 Odin的標準更嚴格 它講的是一個MW以下 所以這個顯然還有進步空間 好 那這個 這個你知道MW什麼意思 這個我做一個紙上 注意我做一個計算 這個不是實測 這個是我的紙上作業 就是說你拿一顆金頂電 不是啊 碱性電池 碱性電池 一顆碱性電池 你可以跑大概6萬5千張 這個辨識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你可以想它的這個功耗 好 好 那以上介紹完了這套benchmark 接下來我要講說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你也想來參與這個遊戲 你可以怎麼做 首先這個是從官網 它那個官網上寫的 他說他們是想要促進這個innovation 重點是software as well as hardware 所以就是硬體跟軟體 都可以對這個效能都有所貢獻 好 那我本身是這個軟體人嘛 我才大部分也是 所以我今天我接下來就講 就只專注在軟體上怎麼來做 那這個軟體的話其實 你可以很簡單的想像就是 它其實跟傳統的系compiler 也是蠻像的啦 它還是需要一個compiler 那但只是說它讀進來的東西 是不同的model 各式各樣不同的model 那我要把它轉成底層的硬體 能夠執行的指令 好 這頁應該是今天最tough 不是 就是說這個talk最tough的地方 這個很多技術細節 那我猜我時間也 就是說這個要仔細講 大概要講這個可能講一個上午 所以我這邊就很 你知道很粗略的 也很不精準的方式 我希望讓大家先有一點感覺 好 我試試看 你要做這個 所謂這個AI model的compiler 大概很roughly就分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叫quantization 它的作用就是 它要把一個 OK 不 我先講一個overall好了 其實這三個工作 它們的目的都一樣 都是為了把model的這個運算量 弄得越少越好 就是這樣子做起來 硬體做起來才有效率 也才省電 好 那只是說 它們應用的手段不同 那第一個手段是quantization 它就是把浮點數的 32bit或64bit的浮點數運算 把它變成比如說8bit 甚至4bit 2bit還有1bit的這種整數運算 那你知道這個bill width變少 這個運算量當然就跟著變少了 那再來就是memory的要求也變低了 size不用那麼大 你才能擺進那個edge的device上 好 那再來第二個是graph level optimization 那這個就是Odin剛剛講的就是TOSA TOSA有定義一些算子 那你知道AI的世界 那個算子是很複雜的 它不是什麼加成這樣子 它是一個做convolution 就剛剛Odin講的那一套 所以它的這些算子 它會形成一個graph 因為會有produce跟consumer的關係 形成graph 那我們的graph level optimization 就是想辦法讓這graph 把它變小 變簡單 那幾個手段嘛 一個就是我把榮餘的算子把它幹掉 不然就是我把算子把它融合起來 多個變一個 那或者是 我舉個例子 這可能大家沒有感覺 比如說我有兩個 我有兩個加的算子好了 都是加一個你知道 都是加constant 那我就是 我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加 然後把那兩個constant的 在compiler先加起來就好了 這樣子算子都變少了 那還有什麼我想想看 或者是我把算子 把一個算子就是 硬體它很難算的 我把它轉成硬體可以算的 比如說有一些硬體它是算 它只能算矩陣乘法 那我遇到convolution 怎麼辦 硬體沒有直接可以做convolution 我就是直接把它 compiler就是把convolution 轉成矩陣乘法 這有個數學轉換 可以等價轉過去 硬體就可以算了 所以這個是graph level 那接下來呢 就是 這個叫operator level 的optimization 它就是把單個算子 拿出來 再去優化 像剛剛講的就是 AI的算子都很複雜 所以像convolution 你真的要去 你知道 你寫成ccode 去算那個convolution 你就是大概寫成這個樣子 有非常多層的loop 好 那這個也去運算 那這個就有學問了 你知道 你這個loop的安排不一樣 它可能就是 它可能對這種 比如說cache cpu的cache的行為就不同 所以這邊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很瞭解那個硬體 然後你知道它的cache的大小 比如說你在cpu上做 所以你知道cache的大小 或是硬體有提供一些 vector的運算 特殊的指令 或是硬體有什麼樣的平行度 你很瞭解 在這個情況下 你去安排這個loop 這些計算 你讓這個locality很好 cache miss很小 那這個也算得快 所以總結就是 如果你要做AI compiler 它跟傳統 compiler 其實有點像又不太像 主要就是它 AI有它特別的一些挑戰 比如說AI的model 它的訓練通常都是訓練成浮點數 浮點運算 那硬體 硬體你要省電什麼的 這個大概你就要走整數 來做才會比較快 比較省電 所以有些特別的挑戰 欸 我想有問題 就隨時打斷我 好 再來是建議嘛 所以說如果各位想要來試試看的話 那我這邊就是說 如果你是新手村 新手的建議的話 我會建議從最下面 operator level的automization開始做 然後再往上做 你知道這個 最上面這個其實 其實還 其實有蠻多數學的東西在裡面 這很有趣 但其實還蠻深的 所以從最下面開始做 那 Skymiser在 今年6月 我們在那個 我們有審密到 mlperv 那個benchmark 那有一些source code 我想大家可以拿來利用 這個王子在這裡 那這source code裡面就是 我們已經把 其實三件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要從最下面開始做的話 就是把下面這個部分把它替換掉 那現在我們做 operator optimization的話 其實是我們是 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做 我們直接用ARM 它提供的 它設計的CMC 這套Library來做 那這個Library裡面提供很多API 就是用來做AI的這個運算 所以你要做的話 那那個Library它有open source 所以這個 你都可以看它裡面怎麼寫 那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去做一些這個改動 那我們大概 我們有看了一下裡面 其實Odin不在這裡 那好 其實還有一些優化的空間 我覺得它還沒有做到極致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summit上去的東西 然後網址在剛剛那一頁 那打開來看 就會看到它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我們都剛剛講到 我們summit的結果是這樣 就是我們compile 我們compile compile出來的東西是個Ccode 那這個Ccode裡面就是呼叫 你看到嗎 呼叫一個一個的function 做convolution的 做reluit的等等 那它的量化 還有這個graph level automation 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這個都已經好了 那只是這個內容 然後我們現在是去 去這個用cmsys 好 去呼叫它 那如果你們要做的話 就是把cmsys打開 你知道 然後去找到這個對應的function code 然後看 你知道 就把那個 把library裡面的 的一些內容 然後去推敲一下 可以去改一改 那我推薦從這裡開始的原因是說 就是說這個scope很小 你可以先改 比如說改convolution 你改一個算子就好 因為convolution其實是最常用的 你先改它 然後 然後改完之後 馬上就可以 你知道我其他部分都已經做好了 你就可以馬上去reproduce這個結果 OK 好 這最後一頁了 那我 summarize 一下 第一個 這個mlperf tiny benchmark 它 它 是一個針對 tiny的 tinyml的應用 提出了一組 測量的 測試的標準 測試的環境 和測試的標準 然後再第二點是說 如果你對這個活動有興趣 當然你可以 你也可以搞硬體 這個 但 現在搞硬體實在是 你要去tap out 這個身家沒有幾億 可能很難做 那以一般人來講 我們可以從software來著手 那在第三部分就是這個 operator 你可以從operator label的automation 來進入這個世界 這應該蠻好的 對 我看我好像還有點時間 我補充一下 Hardware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FPGA 有一些summit 他們是自己設計自己的hardware 但是他們用FPGA 那個就不用好幾億 那個就是幾萬塊的事情 跟學校申請一下經費 應該就可以了 OK Good point 請教一下謝博士 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 其實NN 基本上它應該裡面應該是Ccode 可是事實上 它到底 因為Skymine本身是做Combine 所以你們的Combine 跟UnderCombine 最後還是變成CVcode 對 那誰的效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變成是直接去做一些什麼測量 嗯哼哼 好 誰的效能比較好 這個 這個Odin不在 好 沒有啦 其實這個不是 我覺得這不是比較 這其實是個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CM6它 它也就只能做單算值的運算 它其實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是 我們跟它是手牽手 我們就做上層的優化 然後它做這個下層的 這個算值層級的優化 好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取代它的Library 尤其它做的 By the way 我先澄清一下 CM6裡面也不盡然都是C 它裡面也有一些 它有直接硬顆Assembly在哪 應該是有用到它特殊的一些指令 對 那 老實說我覺得 世界上很多次都這樣 你可以做 但是那個CP值夠不夠高 因為如果你要做到很 你要跟它 原廠PK 你就要去K它的那個Hawler Spec 那個你要K的比它還熟 你要找出 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CP值 這個要考慮一下 另外再請教有問題 以前我聽過你們在其他地方 可能分享的演講 裡面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的MCU記憶體很有限 所以它模型有的時候很大 你可能不是口氣把它載進去 你可能會對一些 這些什麼時候要載入 就因為我們在解析滿一層的時候 可能後面還沒有用到 可能就不用急著先把它載進來 那你們在這一塊上面的處理 有什麼比較足道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覺得還蠻精彩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Jack 這可能它 這可能它再給我半個小時了 沒有 OK 我想第一點就是說 第一點大家知道 首先是weight 這要分情況來看 你是weight還是運算過程 運算的過程產生的 暫時性的data 如果是weight的話 這個就沒辦法 你一定得塞在flash裡面 所以剛剛這個 我們現在用的flash是2MB 那我記得 我們這個model 有的model它光weight就 我忘了多少 好幾百k 所以arduno 其實arduno就byte在這裡 它flash沒有那麼大 你連weight都裝不進去 你一定有什麼技巧都沒用 所以第一個weight 就是也沒有什麼 就是你 你就只能塞 塞在flash 好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我計算的過程中 那個data 怎麼樣 怎麼樣把它 OK 怎麼樣 這個放在有限的 其實是這裡 跟這個有關 有限的這個ram 或sram 裡面 那這個是用這個640kb 它的技巧是這樣 就是 其實也說破 說破是很簡單 就是 但是 我就不要一次計算 計算這麼多 東西出來 比如說我做一個convolution 那出來 我本來model裡面的設計出來 是 出來是什麼 寬高 240x240 channel多少這樣 可能這個 一下子這個tensor太大了 塞不進來 那我就是分 piece 我把它切成四份 一次做一小部分 其實這樣講很rough 就是說 你一次做一小部分 但你還是要合起來 合起來不是又爆掉了嗎 所以它沒那麼簡單 它其實應該要 它其實這個就牽扯到 這graph level的automization 我其實不只是看我convolution 我可能還要往後看好幾層 一起來切 才會有效果 就是說 因為通常model是這樣 它是前面很胖 後面越來越小 所以你不要一開始就把前面全部做出來 你就前面先做一小部分 然後馬上做後面 做後面 做後面 那你最後只需要存 最後那個小小的小tensor就夠了 那其他你再繼續做 這個前面比較大的 再越來越小 大概按照這個技巧 你就可以 大概就會很勉強把它塞進去 請 不用啦 那個方法就很好啦 好啦 我大概差不多 我時間結果 我大概會刮 大概會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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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因為 因為 我知道 因為它轉過去 它其實會有 榮餘的 它會有 reduplication 會有 榮餘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 它其實對效能是不利的 一來tensor又變大了 計算量又變多了 對 那 但就我所知 那個 那好像就是state of the art的方法 那除非你 我想想看 除非你可以 換個硬體嗎 換一個直接有資源convolution的 或是換個model嗎 找一個沒有convolution的model 對 不過我這樣講很簡單啦 但是你硬 如果是你就是需要 就是需要照你剛剛那個做法來做的話 那當然 我想那個方法是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你需要一些配套 比如說配上我剛剛講的那樣子的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tensor splitting 你切的那個做法 想辦法去 去減少你的這個memory 這個叫什麼peak memory 這個大家只能用一些後天的技巧去彌補 那你本身轉的那一步 我覺得是沒問題 我要再問一下 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可以做facemare 就是 可以比較好做 每個例子跟班族的指導 那我好奇的是 那我們在 譬如說在一般電腦上面 很多的facemare paypal 我們都會有發展 相關的library 可以去做 但是在像NCU上面 那我好奇說 這邊是選擇m play跟e3個嗎 對 我好奇就是說 現在主流上 譬如說我們要做facemare 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人比較 但是NCU裡面 可以包含著 作業系統的非常多種 我就希望 大概就是希望就是說 我前面都一樣 就是比中間那段 顏色團的部分 我就好奇說 比較主流的 就是 例如說 剛才就是 facemare paypal 然後我好奇說 大家現在都是用哪一個NCU 哪一個NCU的那個 作業系統 然後跟搭配的 更多 然後正是為什麼 cimare paypal 會選擇 用facemare paypal 正是剛才講的 CMFI CMFI 應該是跟facemare paypal 可以搭配 它會有跟facemare 搭配 有好奇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們選擇 mbed跟Cypher OS Cypher 對 對 好 也沒有為什麼 就是用了 應該說 因為OS 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其實用哪一個 對我們來講 我們沒有喜好 那只是說 剛好這兩個OS 它在 我們用了這個板子上 你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用一個板子 它剛好有支援 對 np muse 對 對 就剛才這一頁 好 就 它有資源 對我們做實驗很方便 就用了 而且重點是說 這兩種也是 我看也是benchmark上 其他人 大概也是常用的 常見的 其實我們並沒有依賴 OS的什麼功能 對 對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benchmark 它也沒有牽扯到多工 什麼的 所以OS它提供了schedule 什麼 我們其實沒有 並沒有去使用 那 OS提供的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其實我們也沒有使用 因為我們的記憶體 都是在compiler 都已經 它都已經配好了 對 所以 我覺得我們的 就是說 至少以我們的實驗來講 我們的 我們的compiler的結果跟 它並不依賴於任何OS 所以 會選擇它只是 就只是看到別人在用 而且這個板子有提供 我們APP很小 就用了 對 不過 有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Odin講 就是說 TinyML 其實這個市場是很破碎化的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應用 不同的裝置 所以 真的要很認真比較 好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我先補充一下 為什麼選這塊板才有另外一個原因 這是它這個benchmark的reference board 它官方的tutorial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怎麼起手的話 它會說 你拿tensorflow 它用tensorflowlight light for micro 我勸出四個model 然後用這塊板子去跑 然後它的power management 雖然是option 但它power management 也是用這個板子 教你怎麼量 所以 因為它是官方的reference board 所以我們就跑它了 它的support也是最完整 因為像其他的板子買來 不一定可以量power 你知道 就是有些狀況是板子本身 跟你不知道怎麼接它的那個monitor unit 這個樣子 所以 但是就是 排列組有很多 就是說如果你是做硬體的廠商 你當然不會用這塊板在你 你當然是用你自己的硬體 或者是 我們也有遇到那個 英國的劍橋大學的博士生 他自己做為PGA的 那他 他就是拿他自己的hardware 但他software不太強項 那他就是leverage existing的software 把它pull到它的板子上 所以 可能就是 如果你是做software 那你可能就是拿 最available的板子 那如果你是做hardware的人 當然就是 拿最available的software 來兜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對這個議題 那個意有未盡 那沒關係 那個講者可能 還會待在這邊一下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他們 那個 再做深入討論一下 那我們一起合個照 來 幫我們拍個照 好 那我們下午2點準時開始 下午還有intel來介紹 LM在我們Edge AI上面的應用 然後還有那個 我們國產的一些 realtek的一些 那個 那種Edge的 smart camera的應用 還有我最後一場的話 我也會分享一些 有關這個 TinelM的實作上面的一些狀況 我們早上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